大家好 我是小丁啊 这两天咱小院搞基建啊 也是太累了 那个水泥地面啊 确实是很硬 用那个电稿冲击半天啊 才能打出一好点啊 搞了两天这才弄完 大家现在也知道啊 前段时间不是大齐当兵了吗 然后现在的话 是我一个人在照顾着小院的狗们啊 之前的话是给狗们做饭吃 然后 配上狗粮啊 对不对 有大齐也帮我分担一下 打扫打扫一下卫生 然后压力能够小一点 现在的话 我自己就是照顾完狗狗的话 还是需要去工作 还去跑外卖 太累的时候的话 也只能就是 光给狗狗喂点粮食 喂点狗粮 现在小院的这个狗粮了 就该吃完了 还有 最后的这两三代 因为咱小院大家也知道啊 狗狗也是越来越多 到现在的话 是有五十多条狗啊 都在笼子里面的啊 如果狗狗光吃狗粮的话 其实一天啊 就能吃个 呃 四五十斤的狗粮 这两袋啊 这两袋粮食是不够吃的 我也想着一个人在小院啊 就是光喂狗粮就算了 毕竟做饭煮肉的话 还得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省事啊 可能是省事 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体力啊 我也想就是多工作一会啊 多 呃 跑跑外卖 对不对 能多挣点钱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狗狗 呃 光喂狗粮 毕竟还是要比做饭贵上好多的哈 也有的粉丝啊 建议我们就是用点便宜的狗粮 呃 之前的话 呃 咱们也用过15块一斤的 但是质量的话 确实不是很好 狗狗吃完的话就是 上头下下的 现在啊 咱 吃的狗粮啊 就是 里面肉的含量能够达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哈 这给大家看一看 现在 现在咱小院狗狗们啊 吃的这种粮食啊 大家能够看到 呃 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冻干啊 这种的 就是品质也是非常的好啊 呃 还有一些狗狗就是 呃 身体所需的这种微量元素啊 这些的啊 呃 这种品质的狗粮成本就是挺高的哈 大家啊 你想现在一斤肉都多少钱了 对不对 呃 我们也是想着让咱小院的狗狗们啊 能够吃的好一点啊 之前主要是用狗粮 就是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嘛 但是考虑的很久 费用还是太高了 还是不能就是完全的就喂这个狗粮啊 也是咱那点就那点啊 也想着就是 哎 能够 嗯 给狗狗做做饭吧 那点又那点 省一点也能就是帮助了更多的狗狗们 对吧 呃 我呢 还是年轻有力 是吧 加油干嘛 我呢 还是年轻有力 是吧 我呢 呃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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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想要一点 Clemان 我呢 还没уш ? 你按过一下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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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就继续一万一路 我呢 我看我们还没露事 我呢 這什么事情 我呢 我呢 这种族 我呢 我呢 这种活动 我呢 我呢 这种活动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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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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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